天啊 五月天要來花蓮 我們覺得哇 真的是太感人了 希望有更多像這樣子的大他 朱杰倫 蔡依林 好不好 你們都很有愛心 五月天花蓮開唱 張靈宇超感動 趙自強 不意外 黃子嬌性醜聞 就是不要太胖 可惜就是一直在胖 對 要注意一下 我曾經在疫情的情節 有受傷 受到六字頭 但現在應該又胖回快九字頭 工作中間還是有些壓力啦 最近要再做新的戲嘛 就是沒有睡就吃嘛 為什麼你們的眼光 都有一種憐憫的眼神呢 這題啊 很多人都答過 大家都已經有標準答案了 對不對 不對的事情本來就是不對 這個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人可以說 說啊 可以原諒什麼的 得自己去處理 對於我們自己同樣的人 是一種警惕 戒慎恐懼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面對 生命中 生自己人性中間 這種黑暗面 沒有一個人是永遠向著陽光的 沒有一個人沒有那些人的困境 人的黑暗 人的恐懼 人的懷疑 人的慾望 看到這件事的時候心情是如何 對於一個人 成年人來說 我並不意外啊 我覺得每個人就都有啊 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他自己的黑暗面啊 要從事光明面工作的人 你如果真的已經是在做黑暗面也就算了 要做光明面的人 我們必須非常珍惜自己 得之不易的這個機會和舞台 對於這個花蓮要完全恢復安全 我們也只能祈禱啦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給我們幫忙 還沒有辦法進花蓮的時候 可以可能支持我們花蓮的特產啦 同業的飯店也受到了這個 就是受到了一些就是損害 有些飯店要拆 那對我們來講真的是很難過的 因為五月天說之後有機會 他們會在花蓮去開工演唱會那件事 哇 我看到了之後我們整個真的 因為這個是我姊姊第一時間傳給我的 我那時候還在帶小孩 我姊姊傳給我她就說 天啊 五月天要來花蓮 我們覺得哇 真的是太感人了 尤其這種天團街演唱會 他們可以給就是在地的經濟 是很大的一個振奮 除了是住宿啊 或者是飲食啊 它的商機是很大 希望有更多像這樣子的大咖 朱傑倫 蔡依林 好不好 你們都很有愛心 你們有捐錢 阿蓮在地 好不好 羅智翔很多很多 趙智翔來演一場好不好 我幫你主持 好不好 我在裡面客串一下 從羅智翔可以想到趙智翔 你也是厲害 都是強 強強聯手 還是那個 都是豬嗎 沒有你們兩個